念佛法门的最重要的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个念 持民的奇寻 才能够显示得出来 这个寻是功寻 我们一般讲功德了 而阿弥陀佛的怨念里的先前 为什么有一些念佛的人 少数不是多数 大概在几百万念佛人当中 才有那么一两个 有种殊胜的效果 最明显的神得了重病 癌症这一类的 医生宣布没法治 寿命顶多只三个月了 像过去山西小岳 四十多个人 那个例子 他们已经被医生宣布了 等于是宣布死刑 你的寿命只有三个月了 他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念到三个月并好了 再去检查没有了 什么原因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也就是 大师之菩萨在云通章里面 教过我们念佛的方法 都摄六根 尽念相及 那病就好了 那为什么有些人生的重病 念佛念不好呢 他们有信心 第一个 怀疑自己业障太重了 过去造的罪业太多了 自责 自责不是好事 过分的自责 也造成了自己的障碍 佛虽然慈悲 能原谅我吗 怀疑 能原谅我吗 怕佛不原谅他 你看 这不都是自己 给自己找麻烦吗 佛那边根本什么事也没有 都是自己想出一大堆的问题 障碍自己 错在这里 我们不能不知道 知道之后 一定要把这些故事消除 消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生才能够顺利得胜 才能够成就 无比殊胜的功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看到 我便以为我们画在车位置 不以为我们点击 这些故事 有预防